《全民造星3》10強參賽者已經誕生 26日舉行總決賽 他們心目中的冠軍又是誰呢? 競差遊戲 這個是Ben來的 對 他有一幕手在後面 然後他的表情是這樣 啊! 這樣很憎恰 是很驚嚇的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可愛的男生 而且他剛剛好像也不太說話 但是正正因為他這種不說話 就成就了他舞台上的很大的反差 那我選了Ben 因為我覺得他每一次都有很多驚喜給別人 就算他每次都會出他的拿手招 但是他會用不同的方式去出他的拿手招 哇! 我給上機會 因為他的聲音可以很安慰到人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他之後拿到冠軍 有機會的話出到歌 我希望到可以 上來Cloud唱一首我可以安慰到別人的歌 我的目標也是這樣 加油! 你可以吧! 我也是選了Cloud 因為我覺得他贏了冠軍之後 他可以跳得很長很長 這個是嘉欣第二代我們選 嘉欣你怎麼看得出來 我想問你怎麼看得出來 你的包顏 我選擇旋旋 我選擇旋旋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全能的藝人 他唱歌 跳舞也很好 包括他的性格 其實是一個很爽朗 是一個很直接 我很喜歡這個人 有點私心的 我選擇旋旋 因為他是很全能的 對 然後很穩定 我選擇旋旋 就是這樣 撿旋旋 對 對 是全香港人的奇蹟 我選擇旋旋 我對於他的評估只有世界之間 炸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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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選Anson Bean 我覺得他整個人很吸引 跳唱 然後笑也很好看 總之就是他一個很可愛的男生 雖然Anson Bean不在 但我們也有問到他 猜不到他跟Kimman都是互投對方 那看看Anson Bean又為何要投Kimman 最有機會奪貫的人是Kimman 因為我很欣賞他的 一直以來的改變 因為他很願意去接受新的東西 而且他表演的時候都很開心 和人相處 都看得出他是很享受的過程 然後這個心態是很健康 所以我覺得 如果長遠做一個藝術的話 這個心態一定可以帶到他很遠 所以就 他是很有充分的 阿Ban分別獲得Alina和葦璇的兩票 Cloud就獲得Mischa和NY兩票 而葦璇就有Cloud和阿Ban的支持 變相平手 全民中心收 Yeah! 有些人 是屬於